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可以通過核氏公投的二讀表決案 所以我們選在26號 就是今天這個一個月協商期期滿的今天 然後也是中日選在這邊 辦這樣子一個集體的群眾活動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願意來為我們花這個下午來排出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剛剛STARF的字跟包圍力的 已經展現了大家非常非常堅決的配合的決心 我很希望能夠真的從 因為人的眼睛能講的比嘴巴都很多 我們必須在這一片土地的聲音 必須發出我們內在真實誠實的良知的聲音 才可能真正來解決這片土地的問題 1980年我曾經是所謂的核氏調查的 異定地的那個植物的生態的調查 後來我曾經是環保署的某一種委員 我可以進入核市場 進行整個的這個抽查等等 但是等我進去抽查的時候 結果原來的原始生態體系 已經洗劫一空 我永遠記得 1991年5月5號的緩和 我嚇到這個隊伍裡面 一個淹寮來的黑吉桑 忽然間看到我手給它揶著 我們都不認識 一直在靠 告訴我年輕的台灣的柯莉亞 如今我已經白髮蒼蒼 我們正在改寫台灣人的定義 我們的公民行動也將決定台灣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現場朋友啊 你們就是台灣的天使 你們就是台灣的首負責 拜託再給各位 給自己一個鼓勵喔 當核市做出最後決定的時候 也就定義了這一代台灣人的水平 更決定了四代子孫的未來 大家不知道會記得要大延空難 就是那個飛機掉下來的 我把一個簡報剪下來 它上面寫的很好玩 空難以後發生啦 非洲維修單位的人發言說 我們沒有意料到這一場空難會發生 這是什麼小偉 你們聽好嗎 沒有意料到這場空難會發生 我們的官員說 某某工程是百分之百安全 百分之兩百百分之五百安全 核能電廠比爆幾個女人的輻射量 還要少等等 這些是什麼話 這就是手抓給別人死 手抓給怕孫子死 手抓給台灣拐篩人的夭壽 現在其實是北部地方 是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 有人說30公里不夠 我們可能應該要80公里 所以呢 我們就要往新竹的那邊逃 所以如果萬一這個地方發生了一個意外 我們有核一核二 還有可能的核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地方發生了意外 我們真的是沒有地方逃 就會像黑澤民他的電影裡面 他講的 就是說我們所有人都要跳海 我想這個真的是對於我們自己 對於我們的祖先 對於我們的孩子 我們都覺得非常的非常的不應該 下個禮拜 很有可能 就是這個 腐化的政權 要做出 要不要做公投這件事的決定 我們不確定 能不能阻止 這場 骯髒的決策 但是呢 我跟大家一樣 我們一定要把心抓好聽 我們意志一定要夠堅定 不管最後呢 要不要公投 我們最終的目標 就是要終結核四 終結所有台灣的核電廠 我是一個在花蓮長大的小孩子 一直到現在 其實 花東大概佔全台灣的用電 只有兩趴 剩下的都是西部的用電 但是 目前所有 核廢料的計畫 大概都是往東部送 不管是高階的 低階的 所以這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正義的問題 是世代的正義 是區域的正義 是族群的正義 如果我們今天能夠把核能 這樣子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它垃圾的能源 刪除掉 它就會是另外一個契機 另外一個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 另外一個是我們尋找 更多發展可能的機會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說 核能發電廠建那麼久的 從民國69年徵帝到現在 哪去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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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33年了 過的人說是 73年 其實不是73年 從民國69年就 就在我們那邊爭地了 所以我們那些 居民阿虎的教授33年了 我希望 我們國民黨的這些立委的主公 要知道核四是一個併裝不出來的併裝車 不然還在搞什麼鳥籠公圖 明知那個門檻那麼高 不然你如果有的地方就來修法 把門檻修低 所以說這鳥籠公圖 根本就沒有辦法 完成的 要來欺騙這個人民社會 好 那我們點燃這把火把 是廢核的新火 那我們希望是新火可以燎原 同樣的我們也希望新火可以相傳 那這一把火呢 從這邊開始呢 我們希望接下來能夠傳遍全台 來 終結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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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電歸零 核電歸零 終結核四 終結核四 核電歸零 核電歸零 好 我們謝謝 謝謝各地來的夥伴 那我們可以來 幫我等一下 謝謝 我們不是今天才反核 我剛剛聽了 共僚他反了三十幾年了 我也是反二十幾年 我從林義雄時代開始 反核 他一樣共同 我就開始反核 那時候我的孩子還很小啊 在三月八號 在彰化的成功公園 就在彰化基督教育園旁邊 總共有一百多個醫師 站出來 就在成功公園 排 醫師反核 Dr.DR反核 這裡面排的字 每一個都是川排跑的醫師 都是彰化地區的醫師 所以今天不是核四所在地 台灣面前的地方 擔心台灣的核能 不是只有南部 高雄地區的擔心核能 離核能最遠的中部的彰化 我們有八十三個醫師 排除第二反核 醫師反核 我們利用自己的時間 我們擔心什麼 我們擔心核能的安全 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我們副長的醫師 不是影響媽媽而已啊 我們影響胎兒 我們影響胎兒 我們影響胎兒裡面的生殖細胞啊 所以它的影響 不是只有影響母親啊 它會影響 它未出生的胎兒 甚至胎兒裡面的下一代 總共至少影響三代啊 我想在場的各位 應該都不知道 如果當今天 核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護理人是比你們更害怕 更惶恐的 我們在學校的教育 或者是在各大醫療院所裡面 我們都沒有受過完整的 防災的救護演練的訓練 更不用說 我們的醫療院所裡面 根本沒有足夠的防護設備 也沒有足夠的點 所以我們一致認為 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政策 所以我們基護公會 嚴正的堅決反對 為了我們的家園 為了我們的親人 為了我們的朋友 為了我們所愛的人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在這樣子過去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政府基本上來講 還有台電 他們透過巨大的金錢去收買 包括收買了 不具有社會良心 專業倫理的 這樣子的一個學者 還有透過置入性行銷的方式 讓這些聲音 讓這些支持核電的聲音 認為核電無毒無罪的聲音 能夠在媒體上面傳播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我們大家而言 我們只有透過用自己的身體 用自己的肉身 來在每一個現場 作為一個公民 雖然非常渺小 但是我們必須要堅持下去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站在這裡的原因 不忘記希望 不忘記絕望 不忘記我們的希望 中節核四 中節核四 核電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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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不要再參加 好 我們喊一個口號 中節核四 中節核四 核四歸零 核四歸零 中節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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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電歸零 核電歸零 中節核四 中難題 高電國 中節核 中節核四 中節核四 中間一 中節核四